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市雖然一場極右集會計劃已取消 但反對這場集會的人依然紛紛走上街頭抗議 星期日是三藩市灣區示威的第二天 星期六眾多示威者反對名叫做愛國者抗議集會的另一個遊役聚會 那場聚會亦被取消 三藩市市長說今次的情況是戰勝了他所稱的鼓動仇恨團體 星期日在三藩市灣區在同大都會三藩市隔河相望的柏克萊 警方在原定舉行集會公園設置了路障 當局還搭建了金屬路障由警察駐守 到星期日上午攜帶防暴裝備的警察站在公園入口處 在對面街道上有幾十人 公眾可以進入公園但先要檢查身上的袋 看看有沒有違禁品包括滑板和棒球棒 那些帶著狗的人或用圍巾或披肩遮著面部的人 亦被禁止入內 超過一百名左翼示威者曾經將幾名右翼示威者包圍 對他們呼喊和推擠 一度出現緊張但短暫的衝突 被包圍的右翼示威者當中 包括決定取消星期六在三文市集會的一個右翼組織負責人 警方說他們至少拘捕了十三人 另一場反右翼示威發生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園裏 當日稍後這批人離開校園 遊行到公園參加當地集會 警方採取預防措施是為防止以前曾經在柏克萊示威當中 所出現的暴力場面 在今年2月份布萊巴特新聞網前任編輯楊諾普洛斯 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演講計劃 引犯了暴力騷亂 為大學校園和周圍的社區造成幾十萬美元的訊息 開場